警方派員排除事故現場 畫面中可以看到機車零件散落一地 車頭的車殼都掉落 零件整個外漏 坐電部分也和車身分離 整輛機車殘破不堪 地面上更留有大片血跡 而遭撞的計程車 車頭碰撞扭則西湖南 車身板筋毀損 保險桿還搖搖欲墜 現場一片狼藉 不難想見事故當時強大的撞擊力道 機險車禍就發生台北市鄰區 18號晚上10點多 一輛載客計程車左轉時 遭一輛直行機車攔腰撞上 造成機車歧視 炉內出血松露後恢復生命跡象 但還沒脫離險境 而計程車駕駛和車上乘客 都沒有受傷 經警方調查計程車駕駛 沒有酒駕情形 至於詳細的事發經過和肇事原因 都還有待警方進步調查釐清